委内瑞拉官员指责从美国迈阿密出发的一架飞机上携带的包裹中,藏有大量高能步枪和弹药。 这些武器将会落到委内瑞拉反对派手里。 据悉,这架飞机,飞抵委内瑞拉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两天后。 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和国家海关税务局综合服务局的人,发现了这些武器。 这批武器包括19支步枪,118个弹侠,90部电台,4套携航具,3套高被狙击瞄准镜和6部苹果手机。 被缴获的除了枪支弹药,还有手机等物品。 JPG,委内瑞拉公安部副部长安德斯帕伦西亚,5日下午在新闻释出会上对记者说。 这些武器,原本要送到极右翼法西斯组织的手中。 这些组织正试图破坏马杜罗政府的稳定。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,近来不断指责特朗普政府,正在帮助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政变。 特朗普在5日晚间进行的国情资文演讲中,还重申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的支援。 特朗普说,在委内瑞拉人民对自由的崇高追求中,我们永远与他们站在一起。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,但帕伦西亚声称这些武器是由美国政府提供,用来支援委内瑞拉,那些极右翼法西斯组织的。 这位公安部副部长,在新闻试出会上展示了缴获的武器。 帕伦西亚所依,展示缴获的武器。 JPG,我们的革命政府,由我们的指挥官马杜罗领导。 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安全机制之上。 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的政府。 帕伦西亚说,在宣布缴获武器的同一天,委内瑞拉军方试图封锁,与哥伦比亚交界处的一座桥梁,以阻止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国内。 根据哥伦比亚官员的说法,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,在哥伦比亚小镇库库塔附近的边境线上,用一辆油罐车,两辆拉货的拖车和临时围栏,组成了路障。 反对派领袖瓜伊多说,如果支援马杜罗的军队,不允许援助进入,委内瑞拉国内,将有30万人饿死。 因为缺乏食物、水、药品和医疗设施,已经有数百万委内瑞拉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。 马杜罗 和否计备